那除了Z Flip 5之外 Samsung也更新了他们旗下的大折叠机 各位观众 Z Fold 5来了 嘿 那这次的新更新有什么呢 主要有四点 第一个就是更新 更薄 全新的脚帘 还有全新的配色 首先这件事情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Z Fold 5依然有S Pen 耶 这次传闻中讲的S Pen 会内置在机身里面 是错的 因为放在机身里面就很厚 所以Samsung就出了一个方案 全新的S Pen手机壳 就是说它变得非常薄了 就可以塞得进这一支S Pen 然后它也有做了很多不同的颜色 Combination 比如说这个蓝色就可以配一个黄色 就像Samsung他们一直以来 都很喜欢玩一些颜色上面的东西 那个人觉得这个解决方案是聪明的 如果要我在后中手机 和带多一个S Pen Case 时间选一个的话 我选Case 所以这次Z Fold 5一共有三个颜色 我三个都拿到了啦 除了原本就有的黑色 奶白色之外 新色就是这个 Icy Blue蓝色 看起来就是很高级很漂亮的 外观设计跟上一代Z Fold 4 没有太明显的差别 唯一不同指出就是镜头位置啦 严格上来讲是闪光等的位置 从下面换去了上面 那镜头像素也是跟上一代一样 12MP的超广角 50MPOS广角主色 还有10MP的OS长角镜头 屏幕关起来是6.2寸打开 还是6.7寸Fresh D Plus AMOLED screen 配上Cornin Gorilla Glass Victus 2的玻璃 主打就是更耐甩更剪硬 那屏幕的数字还是那句啦 Samsung的screen永远不会让你失望啊 122寸也是非常流畅啦 那开头有提到更轻更薄吗 yes me 又错啦 G Fold 5的重量 女孩子也可以参售得起了 从原本的263g降到253g 我自己亲手拿 感觉会比Samsung S23 Ultra 重了一点点罢了 那如果你能够习惯S23 Ultra 这样这台G Fold 5 你谁不敢啦 后退是直接保了2.4mm 现在是13.4mm的后 至于整机大小跟上一代没有明显差别 可能就数字上面少1-2mm而已啦 那Samsung是如何在不改变尺寸大小的情况下 凭空把手机变轻薄的咧 就是省起了一个全新的角链 G Fold 5跟G Fold 5一样 全系用上随地型角链 这种角链的好处就是可以避免 直接对折屏幕 那屏幕的弯曲幅度变小 机身也可以变到更轻更薄啦 就不会像G Fold 4这样有一个大大的缝隙啦 看到吗 密合的啊 而且叻折痕也是相对变少一点 虽然摸上去还是可以感受到那个凹味 但是视觉比起上一代是潜雅的 接下来就是软件UI的升级啦 首先Taskbar变长了 更加多的应用可以直接在底部就开启得到 这功能呢我从上一代就很喜欢了的啦 其次就是分屏功能 可以开到三个Split Screen 再加Pop-up Window 可以开到最多 C1个 所以如果要算的话 可以一共同时开到7个Tap啦 但正常人不会开这样多啦 他可以做到不一定我们要跟的嘛 只是代表说Z Fold 5可以让你 Multi-Task到够够力罢了 再来还有新增的两根手指 Drop and Drag功能 一个手指常按我自己拍的照片呢 手机就会自动Crop出来 然后另外一个手指就可以移去 别的Apps比如说Notes 那这是我 这很方便啦有没有 那其余配置就是延续了 Samsung Fold一贯的高标准啦 Standragon 8 Gen2处理器 IPX8级别的防水 脏了直接冲水 全新的Flex Mode 各种快捷键都在这边 Screenshot啦滑鼠啊下拉等等啦 那电池呢依然保持4400毫安加25W快充 好啦Z Fold 5上手就到这边之前等 拿到手机再给你们做个深度测评评吧 拜拜